第六十章 门当户对 说起来 许家当年也是大户人家呀 王首府没来由地感慨一声 许新年眼皮子一跳 沉默片刻 道 云州那边的事 朝廷打算如何解决 远景帝扶诸后 有两份卷宗被列为机密 封在内阁的密室里 其中一份只有正三品以上的实权官员 以及大学士能查阅 卷宗内容是当年的《探花狼》 兼证二弟子许平峰 勾结500年前皇室一脉 在云州建立根据地 秘密发展 试图谋反 就是重提了前启党勾结乌神教 扶持云州山匪案 远景帝麦官玉爵引起的 宇州铁矿私运云州事件等 如今 达耕仁 御史 大理寺 在秘密研查所有经官 甄别可能存在的间谍 各地官员同样有遭遇秘密调查 另一份卷宗 记载的是远景帝 镇北王和贞德帝 同为一人的真相 这份卷宗不公开 知情者寥寥无几 太子 欧部 永兴帝打算把这个秘密 当家族秘心传下去 以让青州 雍州边界不好防御 朝廷连下树道圣旨前往云州 要求云州都指挥使杨川南回京述职 但杳无音信 王守府陈声道 云州未反 但这是迟早的事 打羹人在云州的案子还在 云州军队 官场也暂时没有动静 可朝廷对他们已经失去掌控 你大伯在云州经营多年 不局深远啊 许新年皱了皱眉 所以朝廷的意思是 静观其变 王守府点头 陛下打算来年秋天 讨伐五百年前皇室一脉 但在那之前 云州或许会先一步起事 朝廷已经做好准备了 许新年明白了 所以 国库没有多余的钱粮赈灾了 王守府陌然 宽敞的大屋里 一阵子沉默 二嫂赵宇荣清了清嗓子 用给孩子科普教育的语气 说道 小姐 你家的碳和这里的不同 这是御用的寿金碳 只有皇宫里能用 其实以如今大奉贪污腐败的作风 非是倒卖寿金碳的行为很多 达官显贵家里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碳 但一般不会在待客的时候拿出来用 都是偷偷地享受 只有王家这样的赏赐的 才堂而皇之地使用 大嫂李香涵 粘起一块蜜剑放嘴里 看着斜对面的许凌月 笑道 都是一家人 待会让下人打包两斤受惊叹 索性也不是什么稀罕物 这句话透露的信息是 虽然是皇帝赏赐的 但对王家来说 这不算什么 顶级豪门指缝里 虽然漏点东西都是寻常人家这辈子都无法享用的 王夫人笑盈盈地端杯喝茶 她需要两位媳妇来炫耀王家的底蕴 从而衬托女儿的精致玉叶 许凌月戏声戏气道 谢谢大嫂 不过家里有六十斤受惊叹 这个冬天 想来是够了 她声音轻柔 表情诚恳 看不出是在炫耀 屋内猛的一镜 王家的几位女眷脸色古怪起来 势力的大嫂小声问道 黑是买的呀 六十斤 这得多少银子 王夫人咳嗽一声 用眼神制止了大媳妇的询问 淡淡道 凌月 受惊叹是御用的东西 虽说许多大户人家都偷偷买着用 但这种事只做不说 传出去 宫里是会降罪的 往后啊 别在外头说 明白了吗 王夫人这番话不算委婉 是这儿八经的告诫 这许家也太大胆了 六十斤受惊叹可不是小数目 哪能这么买 仗着许家是新贵 便如此膨胀 将来怕是个会坏事的亲戚 二嫂父亲在大理寺任职 对这方面尤为敏感 在京城 向这类得势后便洋洋自得 走路都在飘得新贵 往往不会有太好的下场 许凌月摇摇头 天真无邪地说道 是怀庆公主和临安公主赏赐的 王夫人明显一愣 迅速恢复平静 不说话 大嫂差一道 两位公主赏赐的 她和二嫂眼里的茫然不加掩饰 作为身居大院的豪门太太 她们对外界的消息组织 只知道许家大郎很厉害 但各方面的细节并不清楚 比如 许家大郎是三家姓奴 其中两家 一家是大凤才高八斗的皇长女 一家是曾经最受宠的临安 许凌月解释道 两位公主是看待大哥的颜面 才对许家多有照福 许大郎啊 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许大郎的传说 两位嫂嫂顿时客气了许多 脸上笑容也热情起来 王夫人脸色一素 道 听思慕说 许银罗不在京城了 大哥外出游历去了 许凌月回答 接下来的闲谈中 大嫂和二嫂不停地炫富 总是不经历地展露出 豪门大户的优越感 以此来凸显出王家的显赫 大嫂说 二郎在汉林院任职 虽说是顶级轻贵 却没有太大实权 等成亲后啊 争取过完年就外派 许凌月说 大哥走之前 已经帮二哥安排好了 二嫂说 二郎出身云路书院 财情高绝 只是官场人情练达才是文章 而人情是靠银子堆起来的 不过没关系 这些事公公肯定已经安排妥当 许凌月说 府上还有大哥留下的基金作坊 一成分红 每年好万两收入 大嫂说 妹妹还未婚嫁吧 嫂嫂给你介绍几个 家世才华顶尖的年轻俊艳 许凌月说 谢谢大嫂 有大哥一半本事就够了 大嫂 一番交战后 大嫂二嫂败下阵来 他们突然发现 财富 人脉 家族显赫等多方面 王家在许家面前 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优越感突然不见了 蠢货 王思慕暗暗摇头 两位嫂嫂都被许凌月给带节奏了 逢得他们秀优越感 许凌月就搬出许七安 明明是王家和许家的总体实力对比 硬是被这个外表人畜无害的许凌月 变成了王家和许七安对比 能比 偏偏两位嫂子被许凌月外表迷糊 自认为大局在握 没有问题 接二连三的语色 是因为王家确实比不上许家 这时候 银铃般的笑声从屋外传来 恶请 一对孩子跑了进来 是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男孩虎头虎脑 穿着锦衣袄子 戴着胡球帽子 皮肤略显有黑 十岁左右 女孩则生得粉 嫩可爱 圆圆的脸 大大的眼睛 一看就是美人胚子 大概七岁 祖母 两个孩子收敛笑容 恭恭敬敬道 是浩哥和蝶姐来了 王夫人脸上露出笑容 招呼一对孩子到自己身边来 王思慕趁机介绍 这是我大哥的儿女 许玲月点点头 两个孩子在王夫人身边坐下 女孩乌溜溜的目光 打量着胖吞吞的同龄孩子 男孩也在审视着 这个陌生的小姑娘 大嫂眼睛一亮 哀哀声 不悦道 号 点 快跟妹妹问好 两孩子当即向许玲音问好 许玲音专心地吃着糕点 甘果和蜜饯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呆头呆脑 还馋嘴 两位嫂嫂暗暗摇头 王夫人脸色有了几分笑意 大嫂笑着问道 还没问呢 玲音小姐起门了吗 许玲月摇头 轻声道 还没呢 玲音脑子笨 三字经都没会背 送去学堂也没用 大嫂脸上 笑意愈发明显 这可不行 虽说咱们女子不需要考功名 但琴棋书画得精通 我觉得 可以把林茵姐 送到咱们王家的私塾来 王夫人点点头 和颜悦色 每个月还有两天进宫 和皇子一起读书的机会 聆听太夫教导 嗨嗨 王思慕被茶水给呛到了 咳得眼泪冒出来 怎么了 王夫人看向女儿 家里的张先生和太夫年事已高 王思慕轻声道 所以 娘你就放过他们吧 好啊 许玲月甜甜笑道 多谢王夫人 顿了顿 许玲月道 其实林茵进来在习武 所以荒废了功课 我也觉得 她应该多读书任子 练武啊 一屋子的女人露出了这很粗鄙的表情 武夫本来就粗鄙 女子学武 粗鄙中的粗鄙 皮肤有黑的王浩 眼睛一亮 站起身 瞪着许玲音 道 你也习武吗 我们来比划比划 男孩的提议 立刻被她母亲否决 大嫂训斥道 少说胡话 你是不错的好苗子 林茵小姐和你不一样 你这不是欺负她吗 转而对许玲月说 浩尔她根骨不错 府上的客亲夸赞是个好苗子 便收为弟子 公公也说 习武能强身 是好事 浩尔将来 也算文武双全 语气颇为骄傲 许玲月低着头 我妹妹只有一股子力气 很是自卑的模样 王浩平日里找不到 同龄的对手 好不容易看见一个 火急火燎的说道 祖母 我有分寸的 你让我和她比试吧 要是害怕我伤了她 可以请侍卫来看护 王夫人还是觉得不太妥当 刚要拒绝 却听许玲月说 好吧 嗯 王夫人看了她一眼 只好说 也成 当即让丫鬟去喊来一位侍卫 王浩和许玲音 则出了屋子 来到院子 许玲月 王思慕 两位嫂嫂 还有王夫人 披着大肠 站在屋檐下围观 中年侍卫单手按刀 审视着两个孩子 道 比试之前 我先看看你们的气力 说着 指向一旁的石凳 挪凳子 小孩子过家家 对她来说 不存在什么刀剑无眼的情况 但稳妥起见 还是先试试力气 若是相差太悬殊 比试就没必要了 王浩率先走向石桌 俯身 抱住桌边的石凳 一声大喝 把凳子抱了起来 她小脸憋得通红 额头青筋凸起 走了时不才历节 过程中 王夫人一直在旁边喊 慢些 走慢些 二嫂夸赞道 浩儿好本事 大嫂笑容满面 哎呀道 其实还是读书好 哎 本来不想让她习武的 实在是浩儿耿骨太好 大嫂无师自通 凡尔赛奥义 中年侍卫赞叹道 小少爷将来前途无量 她随后 看向许玲英 不用勉强 许玲英终于把手里的 一把蜜剑吃完 舔了舔掌心 在众人的目光中 走向石桌 她伸手抓住了石桌的桌檐 中年侍卫刚想说 不是这个 突然双目圆瞪 只见石桌像是没有重量的红毛 被这个小丫头单手抓了起来 举到了头顶 举到了头顶 单手 场面一下子死寂 大嫂睁大双大双眼 微微张嘴 浑身僵硬 似乎遭受到了无法承受的冲击 王夫人动容 王家小少年猛了 砰 许玲英把石桌丢回原位 憨憨地看向姐姐 可以打架了吗 打完还要继续回去吃 不 不比了 王夫人和大嫂同时尖叫出声 这时 许玲月还是那小家碧玉的无害模样 自卑地说 玲英什么都不会 就只有一股子力气 大哥也觉得她自制不行 大嫂愣愣地看着她 嘴唇动了动 说不出话来 这 王夫人和二嫂也没声音了 许新年在府上用过午膳 与王守府告辞后 去了后院 在内厅口 看见两个妹妹等候在那里 府上跟来的仆从 捧着一大堆礼盒 这是王家送的礼物 她没有进内厅 站在远处微微汗手 等妹妹们带着仆从过来 兄妹仨离开王府 进了马车 车轮凌凌 许新年看了一眼妹子 道 感觉如何 许凌月笑道 还不错 思慕姐姐听讲规矩的 讲规矩 许新年茫然地看了她一眼 许凌月奄然一笑 她还是有些遗憾 要是王思慕下场交手 会更有趣些 等许新年离开 王守府独自喝了一盏茶 便去了内厅 这里气氛有些凝重 发妻王夫人 两个儿媳妇 以及女儿王思慕 沉默地坐着 女儿道还好 发妻王夫人满脸凝重 两个儿媳妇 则难言沮丧和失落 王守府淡淡道 闹不愉快了 两个儿媳妇没说话 王夫人犹豫一下 道 老爷 我只是觉得 许家和我们结亲 也不算高攀 大嫂连连点头 是啊是啊 她想送号去许府习武 二嫂感慨道 思慕嫁给二郎 是门当户对 以后要对许家更重视一些 她悄悄收起了自己优越感 王思慕忽然说 爹 大嫂答应许家小姐 来府上念书 王守府反问 有什么问题 这种小事 不必与她商量 王思慕忽忽道 答应出去的事 反悔了的话 就让大哥自己去许府说 我可不做这个恶人 王守府摆摆手 小事而已 此时的王守府 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更奇怪 为何家里女眷 突然一副吃了败仗 渡至全无地沮丧模样 返回许府 许灵音双手 别在后腰两侧 展开 俯身冲锋 找师傅丽娜 和她分享 自己在王府吃到的美食 许灵月去了东厢房 向母亲汇报 婶婶见到女儿回来 劈头盖脸地问 有没有被欺负 王府是不是看不起人 有没有受委屈 许灵月摇摇头 没有的是 王夫人和两位嫂嫂都很客气 婶婶不信 戳了一下女儿的额头 你这丫头 就算被欺负了 也会死忍着 说着 招呼女儿到桌边坐下 语重心长 把王家的经过告诉我 娘给你分析分析 哪些地方没做好 哪些地方应该怎么应对 你呢 就好好记着 以后嫁人了 用娘教你的 去对付婆婆 许灵月乖巧地点头 那娘当年也是这么对祖母的吗 婶婶撇撇嘴 你忘了 我嫁给你爹之前 你祖母就过世了 许灵月叹息道 娘 你命真好 香州 柴府 身高八尺 穿红黄香剑袈裟的 杜难金刚 来到中门外 劳凡施主通报 贫僧杜难 魁梧的和尚 双手合十 此时的杜难金刚 收敛了所有气息 除了铁塔般的身躯 与普通人无异 脑后的火环也收敛 门房惊恐地看了一眼 这个大块头 颤声道 大 大师稍等 请你多说 甩摩 楼角瘍 执植 与 我 诈